大帅托我给您留句话 什么话 首战继绝战 一战定乾坤 一代萧雄陈友亮至此落下了帷幕 活阳湖水战也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他不仅为朱元璋一统江南奠定了基础 更是为他日后的北伐和灭源创造了极为有力的条件 当朱元璋带着众将时来到湖星岛的陈汉大营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尊五年来陈友亮走哪带哪的金塔 众人见此不经唏嘘不已 是他让陈友亮黄袍加身登风造极 同样也是他让陈友亮陷入绝境坠入深渊 刘伯温一愣 难道你朱老板不想军临天下了吗 朱元璋瞅了刘伯温一眼 你呀说的不是废话吗 气氛都到这儿了我不称帝谁称帝 朱老板此话一出惹得众人哄堂大笑 然而就在此时 从帐外走进一人背负荆条 见到朱元璋就直接跪倒在地 原来这是陈友亮的好大儿小陈 小兴逃不一死的他给自己搞了一个父亲请罪的戏码 这小子为了活命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张口便称自己父亲为猎父 闭口便骂起自己父亲是禽兽不失实物 把这求生欲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他以为这样就能讨得朱元璋的欢心 可不曾想这马屁却拍到了马腿上 小陈这才知道自己的马屁拍过了头 于是又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求朱元璋饶他不死 朱元璋是非常厌恶像小陈这样坑爹的人 但留着这口东西好像还有点用处 于是画面一转 小陈身着太子服装便给朱元璋当起了信誓 陈友亮死后 能和朱元璋掰下腕子的就是眼前这位花花太岁张石成了 尽管他坐拥着江浙两省最富庶之地 但他那小富吉安的心性是无法在这乱世中立足的 原本他还想着自己搁这座山崩虎斗 等陈友亮和朱元璋两败俱伤后 自己再出来坐收渔翁之力 可没想到陈友亮会如此不堪一击 于是急忙询问陈友亮麋下的六十万大军去哪 都在 在哪 在吴王家乡 听完小陈的回答 张世成失魂落魄地跌回到座椅上 他当然知道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 接着小陈便将朱元璋的信地给了张世成 可朱元璋似乎有点低估了张世成 人家老张虽然格局是有点小 但绝对不是闹肿 他最后还是选择和朱元璋硬碰硬地来一仗 但结果是可想而知 张世成很快就落得个葬身灭国的悲惨下场 经过多轮劈开 朱元璋终于扫平了他前进路上的两大障碍 可离称帝还有一步之遥的他这时候却犯难了 因为此时还有一个吉祥物挡在了他前面 到底是谁替朱元璋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 让他能够名正言顺称帝的 这个我们下期接着讲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来播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